会台解析破除台湾小确幸!李鼎导演不忧心人才外流! 李鼎导演不担心人才外流!图记者林百年社,2010804.14。 大陆国台在2月28日颁布31条会台政策,其中每一条政策都优于别国,看似利多余弊的条款,也让许多人忧心忡忡,台湾人才是否就此外流。 在演艺圈纵横多年的李鼎导演,早在1996年就在台湾,大陆间来往工作,对于会台政策,李鼎态度开放,表示,不要说人才外流,这样太狭隘了,政策的出现,可以让观众看到更多面向。 他认为过去台湾,大陆本就有在合作,以前会顾及比利,即便有这项政策出现,比利问题仍然存在。 李鼎导演过去曾担任JNLV,大中华区节目部总监,金曲龙虎榜,欢乐龙虎榜导演及总策划,也曾指导爱的发声练习,到不了的地方,大旗下,资历相当丰富。 李鼎导演,李鼎导演透露他在1996年飞往大陆工作,1997年在上海、光州。 问及台湾目前碰到何种困境? 他直言,台湾一直被外界认为只有,小确幸,我们该做的,应该是让全世界看到台湾,因为全世界看东方就是一个模样,像是香港被认为只有黑帮分子。 如何去调,东方化,才是目前应该执行的。 李鼎导演对会台政策保持开放态度。 图记者林百年社,2010804.14。 李鼎导演言谈中,丝毫不担心人才外流,他认为两岸交流早就开始,只是外界有没有注意到。 问及台湾与大陆在作品上投入的资金差距颇大,李鼎导演说,资金永远都不会够,我今天身为出品人,制作者,有多少钱做多少事,其他极油人卖,把规格拉高。 更坦言,没有一个资金是符合电影规范。 李鼎导演认为会台政策之余商人及创作者不能混为一谈,因为商人注重在赚钱,但创作者会认为,这项政策可以让大陆与台湾有其他火花产生,并非坏事。 李鼎导演认为政策的格局,要等到作品出现后才能完整呈现,会台政策只是让更多人参与其中,刺激两岸三地的交流,然而这个交流可以让我们去尝试更多新的题材,最终还是要看因为这项政策所出版的作品,才能断言这项政策的好与坏。 李鼎导演认为,如果现在这项政策还没有作品出来,就在想的人,就是想获取利益的人。 李鼎导演对会台政策保持开放态度。图记者林百年社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四点一四。 李鼎导演认为,大陆的资方也会羡慕台湾有辅导金的部分,因为这是孕育新导演的一个摇篮。 问及会不会担忧因为此项政策,导致原本的生态被挤压。李鼎导说,每一年都有很多新导演诞生,原本这个行业就很竞争。 他认为人才竞争,跟政策无关,因为那本来就存于这世界。 问及部分台湾热门电影,到大陆依旧叫好叫做,其中成功原因为何? 李鼎导认为,每个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,无关政策,更说每个地区的人看同一个作品角度不尽相同,自然得到的共鸣就不同。 李鼎举例,位于东西的马拉威其实也有便利商店,但他们卖的是芳香剂,广告主打使用芳香剂,全家就会幸福。 有甜蜜的感觉,这就是产品有没有跟地区接地气,要结合当地风俗民情,才能让作品发挥其效力。 李鼎也不担心此项政策会让乱两岸合作比例,因为每个合作方都有自己的坚持,即便现在台湾人参与制作大陆作品没有限制名额, 但大陆自方仍有自己的比例原则,其实无需过度担忧。 问及大陆与台湾,收视观看最不同的地方为何? 李鼎表示,大陆制作单位会想满足观众,所以春晚会砸大钱找很多新营组合,台湾就未必喜欢如此。 不难发现李鼎认为会台政策,其实不会真正影响两岸三的太多,因为未来世界本就是如此,互相交流,互相进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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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